我觉得作为运动员来说还是要在调整好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精神状态竞技状态都是比较重要的 其实那你平时是怎么样去在这个比赛比较密集的这种情况下去调整自己无论是这个各方面的状态 如果比赛多的话一定首先自己不受伤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是真的一受伤他会就是比赛整个都别说别说打比赛了 对别说打比赛了身体一定要保证好 然后一定要保证好平时的睡眠呀什么这些一定要保证好 然后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就很平稳的去对面对就是各种比赛 就是这点很关键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比赛比较密集的情况下 对于大部分人可能是99%的运动员来说 他要面对的就是可能打的好和打的不好 这一战可能发挥好一点可能下一战发挥的没那么好的情况下 后面还有比赛 不要被好的影响也不要被不好的影响 或者说把这个好的状态继续保持 把这个不好的负面的这些状态能够赶快的去消化掉 假如说试评赛算是最就是近期最重要的一个比赛 可能重点要放到那个试评赛上面 然后如果国内的比赛呢就可以就是练一练自己 就是几战术啊或者是就拼一拼因为人的精力我觉得都有限的 他不可能每一次的比赛都要付出百分之百的精力 在这个这几战比赛这么密集的这个结束之后 后面也会有大概十几二十天左右的这个备战实战赛的这么一个封闭训练 对 经历了这么多次封闭训练了 这个每次的封闭训练确实是不光是这个身体上的这个类 可能这个心理上这个磨练也是比较大的 对 就是也是就是叫从教练组的方向也是尽可能的去给他们找问题 或者给他们找有可能发生的一切困难去磨练他们 就让他们有那种不舒服的状态 在自己真正的比赛当中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困难 对 出现任何问题都会去模拟出来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这些运动员来说 他们其实已经身经百战了 对 已经非常适应或者习惯了这个比赛的节奏 对 更多的就是能够休息好 抓紧一切可以休息可以调整的时间去备战 休息好 心理状态调整好 对 很积极地去面对比赛我觉得